我此番在孟加拉 还深入调研了孟加拉国南部 考克斯巴扎的罗兴亚难民营 罗兴亚问题的起源 是一个在典型不过的罗生门 缅甸方面认为 根本不存在什么罗兴亚人 他们只是孟加拉国 偷越国境的非法移民 大规模进入缅甸后 不仅疯狂增值人口 挤占原住民生存空间 甚至谋取分离领土 并入周围的穆斯林国家 因此只能将他们消灭或者驱逐 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罗兴亚方面则认为 他们因为伊斯兰教信仰和人转差异 从未得到过缅甸政府的公正代言 而遭受从上到下的全面歧视和迫害 因此他们只能诉诸于 无所不用其极的激烈抗争 包括恐怖袭击 族群暴力 仇恨教育 才能在缅甸保住利坠之地 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 缅甸政府和地方武装的决心和冷血 孟加拉国则陷入矛盾 一方面 非常同情同族同源的罗兴亚人 尤其是考虑宗教感情和文化联系 毕竟罗兴亚语 就是孟加拉语极大港方言 另一方面 孟加拉国本来就人口极其稠密 资源极其短缺 根本无力负担几百万的增量难民 因此孟加拉国收留了 大部分罗兴亚难民之后 也开始拒绝接纳 甚至遣返难民 其实因应殖民者才是罪魁祸首 他们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从人口稠密的孟加拉地区 迁徙大批农民前往缅甸西部开垮 并刻意利用宗教 族群矛盾 实施大稿分而致之 从殖民者角度看 族群斗争越激烈 越有利于他们 以少数人居中调停维持统治 现在罗兴亚问题越来越不可收拾 殖民者后裔反倒是大稿人道主义原主 一副扮好人的样子 殊不知他们才是罪魁祸首 罗兴亚难民营最多的就是小孩 到处都是成群结队 无所事事的玩偶 但是难民营里却没有正经工作 更没有正经教育 他们未来怎么办 人口爆炸 产业凋敝 宗教森严 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廉价同情煽情 几百万人放在一起养骨 会养出什么怪物 另外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惊喜 是中国的巨大正面作用 难民营里面的太阳能电池版 是中国制造 蓄电池也是中国制造 大部分手机都是中国品牌 大部分工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 中国要想的下一步是 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产业优势 如何用好自己 没有殖民历史包袱的优势 统筹共建一带一路 其实不止在难民营里 一路走来 孟加拉国遍地都是中国手机 中国的电动三轮车 中国日用品 中国建筑材料 再一次切身感受 中国产业科技的未来可能不在欧美 但一定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以孟加拉国为例 虽然现在可能只用的起电三轮 但未来也完全有可能大量使用中国电动车 毕竟对于孟加拉国 这样外汇长期匮乏的国家来说 如果能采用中国的电动车 光伏风电产品 电网储能技术 实现各方面电动化 不仅每年能节约一大堂 化石能源的外汇 还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经济任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